大家好 我是大伟 欢迎大家观看道家老汉回春宫 在这里可以帮助我们男同志提高圣阳之气 强壮身体 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强壮 信心越来越足 今天我们来讲一件事 很多男同志他感觉自己的一个局部的供选能力下降 要不然就是感觉不够坚挺 要不然就是感觉自己的耐力下降 或者敏感度太高了 这个时候其实有一个方法锻炼 可以让我们的肾阳之气快速的被激发出来 同时打开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气血通道 这个气血通道对每个男同志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我来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 这个方法非常的简单 我们说男人有两个点很重要 第一个就是位于我们腰背后面的肾疏 这个点可以说是我们很多男同志的一个命脉 但凡我们的肾疏不通的 我们就容易出现什么了 腰酸腿软没有劲 同时肾气不足 第二个地方是哪里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巴疗 这个位置太重要了 你要如果说出现一些比如说经常感觉不好的一些问题 那么你去一些地方 他可能第一个选的位置就是巴疗 这两个位置都是尤其的重要 今天我教大家怎么把这两个位置快速的打开 激发我们的肾阳之气 好了我们讲第一个点 第一个点就肾疏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其实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需要用我们的手腕这个点去敲击它 每天敲击99下就能够激发我们的肾阳之气 怎么去敲击呢 你看我们手这样去扣着 双手交叉扣着 你看把手放在我们的后背处 然后我们踮脚抬手撞击 就这样轻轻的敲打 一二从后面给大家看一下 手扣紧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 就这样去做 反反复复的咱们去做一个99下 就这样去做 有些朋友他这个关节挡不开 怎么办呢 没有关系 我们直接就拿手腕去做 双手靠后 你看一二 后面看一下 三四五六七八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记住 撞的时候不要太用力 大概在三成力左右 撞完以后要感觉小腹里面热热的 这个时候你的肾阳之气就被激发出来了 好第一个点做完了以后 我们第二个点就是我们的八疗 这一块 八疗在哪里呢 就是在于我们的这个整个底下关节处 手往这一放 你看就能摸到 八疗这一块面积非常大 有这么大 所以咱们做的时候是需要往上下去搓 来回上下的去搓这个地方 看到没有 就这样去搓揉 快速的去搓揉 一定要把它搓热了啊 同时呢我们另一个手不是控制了吗 我们在于我们的这个肚脐下方这条线 把它搓揉开来 一个手是往下搓 一个手是横着搓 就这样快速的搓 正面看一下啊 我们看一下正面 反反复复的就是这样做 一共做到多少下呢 我们可以做个100下到200下 一定要感觉这个小腹内深层发热啊 这个屁股发热 有些朋友啊坐着坐着 他就有反应就出来了啊 这个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把这两个动作啊 你坚持去做上一个15天左右 你会发现啊 你明显的感觉自己的肾扬之气足了啊 变好了变强壮了 好了 今天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 这个动作啊 不要看它简单 但是实实在在在的是非常管用的一套动作 我是大为 感谢大家观看 道家老汉回春空 谢谢大家